HELLO 大家好,我是Yan 今天跟大家分享小之女的护肤術 一提到护肤,很多人都会觉得我们需要花很多钱 但其实不是的 我觉得大有大护肤,小有小护肤 如果我们預算不够的时候 我们一样可以用其他方法去搭救 一样可以保持我们的皮肤健康 用便宜的护肤品加上一个细致的护理 一样可以做到很好的保养 例如我们每一天都有自己的护肤程序 但我们只要在护肤程序里面做得更加细致 其实整个效果会更加好 如果大家有化妆的话 我建议大家下妆的时候一定要非常干净 全部干净了,我才会加入我的护肤品 另外,Tatona的时候也有一些小巧妙 大家千万不要贪快贪方便 一次过就塗上去 可以将你平时的份量分开两份 第一份是用来软化你的皮肤 第二个部分是用来令你的臉有湿润的效果 当你预备好你的臉的时候 你之后的护肤品进去 吸收也会更加好 另外,衛免产生更多护肤成本 所以我们在防御方面都很重要 大家一定要做足防晒 我们避免着斑的产生 就可以避免我们需要给很多钱 去装一些很贵的疗症去打斑 你知道防晒就这样塗一层是不够的 因为是需要很大的份量 一定的厚度 才可以防止在太阳里面的一些紫外线 所以我们在每一个护肤品上面 其实都可以加入一些防晒的成分 不单是防晒 可能是你的面箱 或者是你的化妆品 你的底箱里面 都可以有防晒 就可以延缓色班的出现 另外我们的护肤品 是可以用便宜的 或者是一些开架的品牌 不用一定要追求一些名牌子 例如是你的toner 或者是你的洗面奶 洗面泡 不需要买到很贵的 可能30多元买一支 效果都足以去比美一些尊贵品牌 在消费者委员会里面 都有很多类似的报告 不过我想说 精华方面 大家真的不要省了 大家一定要选一支 是适合自己的 你用完之后 你觉得自己是 溶光换发的一个精华才好用 而且在用的时候 就不要少少少少用 尽量用到足够 用到整块面 你用完之后 都觉得够滋润了 每一个角落都用足了 在其他护肤品方面 我们就集中火力 买一支自己 真的觉得有用的精华 小之旅没有那么多钱 去美容院 加入很多课程 但其实没问题的 在美容院 有一些疗程 其实我们家里都可以做 包括保湿 大家记住 勤力点 每一天 或者隔一天 可以敷面 敷面的话 不一定要用贵的 很多开架品牌 其实都可以用 我自己都会用很多不同品牌 另外我都会用一些 Gel Mask 像这些 甚至乎 再环保一点 再省一点 可以自制 DIY的面膜 给自己用 很多韩国女星 都会自制面膜 给自己用 如果大家有兴趣 我可以下次再拍一条影片 去告诉大家 有什么自制面膜 是很棒的 这些面膜 大概是$20-$30一块 当我们去美容院去做一个妇妇 起码都要是$600-$700 甚至现在是去到$1000多一次 所以我们每一天去敷一个面膜 其实一个星期 都只不过是$200多 是非常值 小之旅的话 我建议大家买一部 是全能的美容仪 一部可以做完清洁 倒入 可能是保湿 或者是护眼 或者是提拉 或者是冷冻的效果 如果我这些全部都有的话 那就最好了 可以有一部在家 那你自己 就可以用大概$500-$7000的价钱 在家自己可以做妇妇 而且可以做几年的 都是那句 当我们用美容仪的时候 我们需要去倒入一些精华 大家用那些精华的时候 千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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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省 因为我们已经在其他部分 是省了的了 在这个精华倒入的时候 尽量是用足够的 用多一点的 使我们皮肤可以用一个最快捷 最简单的方法 吸收最多 那就最有效率了 除了从外面着手 我们更加要从里面着手 有很多的生活习惯 我们可以改变 使我们的皮肤更加闪闪发光 尤其是我们的饮食部分 大家要注意 在饮食方面 我们要非常健康 有大概是七成的时间 我们是在吃一些健康的食物 新鲜的食物包括肉类 水果 或者是一些奶制品等等 就不是一些制成品 包括香腸 烟肉 火腿 这些 新鲜的食物是带给我们身体 很多的营养 特别是有一些超级食物 近年很流行的超级食物 那些营养的丰富度 是可以不单止令身体健康 连毛发都可以很健康 包括西兰花 蕃茄 三文鱼 这些食物 都是带给我们身体很多的好处 大家可以在你的饮食里 刻意去进食 那你说是不是一定不能吃Junk food 又不一定的 人生都会很枯燥无味 我自己觉得 在你一天里 大概有七成的食物是健康 你说有三成的时间 你想喝杯啤酒 你想吃包薯片 去舒缓一下生活压力是没问题的 但我记得了 都是说比例问题 一星期七日的话 如果你有六天已经是好处理的话 可以有一天给自己休息 这样去调整自己的心态 都可以令到你自己的皮肤健康 以我自己为例 我自己每一早早 早餐都是非常健康的 我会喝一杯 由豆浆和不同的水果 去打造而成的Smoothies 所以每一早我都会吸取很多维他命C 和一些不同的维他命 而且在豆浆里面 是有很丰富的营养 令到特别是对女性的皮肤非常好 大家都不妨可以喝多一点 还有一个生活习惯 都是可以令我们的皮肤很好 很红润的 面色很好 没错了 就是做运动了 运动有很多种 如果大家真的想令到我们的皮肤健康的话 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做大氧运动 因为大氧运动 不单止是可以令到我们的心肺功能去加强 去令到我们的新层代謝加强 那我们的皮肤就可以很红润 同时我们会出汗 出汗就可以排走我们身体里面很多的毒素 那你就说了 那我们的皮肤是不是显得更加精致更加透白 所以如果你真的 是很想你的皮肤看上去很漂亮 就请你们多做运动了 不用每天去跑步跑一个小时 你在家做一些高强度的运动 5-10分钟 其实都已经很帮到你的皮肤 最后最后就是一个过来人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提示 也是一个老身上谈 就是早睡早起了 我记得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是很晚睡的 我真的晚睡到可能我三四点才睡 因为可能那段时间压力很大 晚上就会不停看不同的剧 看不同的东西 就这么冤枕了 很快就发现大约半年左右 就发现自己的面显得很暗沉 很黄 真的肝应该是很差很差 被我牢液到它很惨 那我开始发现原来夜睡 真的会令到我们的面 完全失去了那种光泽 因为你的身体不好 就反映在你的皮肤那里 我自己也很常用一些自然天然的方法去护肤 同时我也很想用一些成本不是很高的方法 所以在这几年里面 我真的去研究很多不同的方法 如何可以很简单去做护肤 希望今次这个题目可以帮到大家 让大家知道 其实护肤不一定要花费很多钱 我们可以从基本去入手 也可以 如果你还有其他东西想问我 或者其他东西想讨论 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要like subscribe我page 还有记得按钟仔 下次有新影片就会通知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